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抄叠啦 我常讲你说最近这个盘势 对不对 讲实在话啦 你说美国什么通货膨胀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 大部分原因就是俄乌的战争嘛 那俄乌战争当然普丁是第一大坏蛋 但是拜登其实也不是好蛋嘛 对不对 拜登也是坏蛋嘛 那他就是要希望能够把普丁拉下嘛 这两个搞得这么全球这样子 那真的是蛮讨厌的 如果说真的能揍他们 我们当然是想揍他们 真的乱搞嘛 那两个都乱搞 那昨天普丁的5月9号生意日 好像也没什么特殊的亮点 也没有说 对不对 大家说什么要对乌克兰宣战啊 或者怎么样 也没有啦 好像就是有点吵吵结束啦 那当然来说你说这个战争要拖多久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说真的啦 以现实来说 真的国际股市来说 真的是超跌的 而且对不对 你说拜登又让那个肺的 对不对 这几个什么鲍娥啦 什么哪边的央行的总裁啊 哪边的央行的总裁啊 每个都在放狠话 每个都说 对不对 因为通膨啦 我们要打压通膨啦 他们就想把股市压低嘛 我想这东西我已经讲了很久 这一两个月我常讲 我说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嘛 就想把股市压低嘛 就想把股市压低嘛 就想把股市压低 然后呢 这个还要选举嘛 这个还要选举 如果说今年美国不选举啦 如果说今年美国没有选举 而台湾也没有选举 你说这个盘 对不对 可能呢 有点没有救 可能跌下来 反弹上去有点就没有救 但是其实你想嘛 今年这个年底也要选举 台湾也要选举 对不对 再怎么烂呢 打到这边也是要做一个强劲的反弹 也是要做一个强劲的反弹 那甚至你说高阶的半导体不好吗 台积电公布的营收 年增 对不对 四月营收 年增很可怕耶 四月营收 年增很可怕 有没有 对不对 四月营收 年增55%耶 真的 这是收1700多亿的 营收的公司 赚一个月赚1700多亿的公司 对不对 年增55%啊 光是四月增加 股票去放空 我觉得都没有意义 我敢这样跟你讲 联电 对不对 六十几 我跟你讲这边不要贪了 你可以卖就卖一卖 但是你说跌到五十几 我说真的也不用卖 这边也不用卖了 这边更是超跌 你看联电守了多久 守了将近一个多礼拜 它没有破底 台积电还被外资卖到破底 有没有 今天还破底 联电反而没破底 为什么 每档股票都有它的价值 你超跌了一定是先反弹 反弹再看嘛 反弹再看嘛 它会涨到哪里 也都不预设任何的立场 因为半导体这个也是变化多端啊 半导体的市场也是变化多端 就像说你说这个 驱动IC 是不是 你看到 跌到这边的时候我都叫你 赶快卖一卖 这个长得比合一还要凶的时候 对不对 长得比合一还要合一的时候 IC设计股 你真的能卖赶快卖一卖 三百多块 三百多块 你说跌到这边呢 说真的 我也认为不用卖了 天狱 莲勇 都一样嘛 大摩现在还在 前几天还看坏 今天又说他可怜了 但是我想我都是领先市场 我告诉你 高点高点我都是叫你卖的 因为这个是 价格是向下的 他们的晶片的价格是向下的 你一直要了解晶片的价格是向下 price是向下 是往下的 不管说他去年赚多少钱 他的price是往下 你现在他也跟你讲 需求可能比较保守一点 因为PC不好 因为手机不好 需求可能比较保守一点 现在每个都这样说啊 你现在看到连勇 对不对 对不对 或者说什么 4961 有没有天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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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什么 对不对 都是说什么敦泰呢 也是一样嘛 每个都说 对不对 对不对 终端市场确实低迷 因为股价跌到剩三分之一了 才是跟你讲确实低迷嘛 这个也不用杀啦 我讲难听一点 这不用杀 股价290几 跌到现在剩下 对不对 今天109 290几 跌到109 剩下三分之一了 他说终端市场低迷 这不用杀啊 所以我想这边我都提醒各位不要去买 不要以为本益比低 股票如果说真的只会看本益比 只会看殖利率 我说真的啦 股票啊 你应该是赚不到大钱 股票都是买在高本益比的时候 卖在低本益比的时候 它们就是price会down嘛 很多IC是price要down的 你要买那种price 那个IC的价钱还会持续往上走 这个产业的报价还会持续往上 你要去买这种公司嘛 我常讲买未来 买展望就是这样 那你比较保守的 你说你去买台积电 OK 我认懂啊 对不对 洋印超说600块以下闭着眼睛买 我也认同 说真的啊 对不对 台积电跌那么多 跌到500块 你说洋印超笨吗 洋印超坏吗 他也不是坏啊 他真的人家讲的也是实话嘛 台积电本来就很好嘛 你外资要超卖 那接下来就看外资要怎么玩嘛 你要怎么补嘛 对不对 台积电总有它的价值 今年很好 明年还是更好 那当然你说台积电相关的什么精裁 对不对 创意 甚至泰森等等都很好 甚至你说爱普也都很好 这种都是未来的趋势嘛 一直整合 什么叫一直整合 一直整合是比Colors更先进的东西 3D的封装 一直的整合 这才是未来最重要的趋势 你说现在的ABF其实还没有那么的高阶了 我只能跟你讲 你如果说真正懂产业的 你说真的到最高阶 现在就3D的封装 大家看的是一直整合 不同的晶片放在一起 这是不同的晶片放在一起的一家IC设计公司 这是未来的趋势 绝对这个也是未来的趋势 现在你可能还看不到 现在大家会跟你讲就是这个嘛 ABF很好 对ABF当然很好 我也认同 但是你涨多了 对不对 ABF当然很好 我也认同 但是你要再往更前面去看 做股票我想你常常如果你看的是未来两年 未来三年 甚至未来十年后的事情 说真的啦 你要被洗出去 你要追高杀低的机会就很少 但是被你抓到了 你可能是赚到大钱 你可能是赚到大钱 我只能这样勉励你 就像你说合一 对不对 当然啦 今天破啊 一定很多人在骂合一的 很正常 一定说 大家都说药华药很好 很正常 赏户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看到股票涨落都很好 药华药这边两百多块 谁有说还可以买 有机会 没有人说的 我相信 我也告诉过你 我说他有故事 没结束 对不对 但是呢 我更爱合一啊 我只能跟你讲 合一的东西更好 合一的东西也不会输药华药 当然合一有合一的筹码的问题 你说外资要杀 对不对 什么借券等等的 那没办法 盘不好外资要杀 要被动杀 或者真真假假 真外资假外资 你没有办法 对不对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药证 说真的是延迟 但是也不是他的问题 我们讲的难听一点的 真的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们就是尊重而已嘛 就是祝福嘛 但是能拖多久 我问你 像我今天早上还特别发一通 全部的call信给我的会员 我说合一 接下来的行事例 接下来的行事例 那当然 基本上啦 你说真的啦 等到现在了 人家做这个ON101做了那么久 对不对 做了七年多 我说是将近十年了 即将要开花结果 即将要开牌了 你还剩下这一点点时间 你不愿意去看一下吗 不愿意去等待一下吗 就像说FB825 对不对 他一种是 他的售钱金也是要入账啊 对不对 签约金那个也是要入账啊 他入账就有钱啊 2A的东西都OK啦 入账就有钱啊 对不对 也不会一直被人家笑啊 对不对 营收那么烂啊 是不是 这东西其实我也告诉你们啦 我说真的是顺利啊 没有错啊 OK的啊 那当然你说以线来看啊 这样子杀下来 是有点类似上次这样啊 真的也是很无奈的 我说真的是很无奈的 没办法 第一个 全球股市不好 大家都崩嘛 对不对 那再来呢 有空方的力量比较大嘛 但是也还好啦 其实也还好 但是会不会类似这次一样 我想这次我跟你讲破底翻 对不对 这次我也跟你讲了 真的啦 说实在来 你能跌到哪里去啦 他有他的价值 陆孔明的股票也比你多啦 他们总经理的股票也比你多啦 他们厂长的股票也比你多啦 对不对 富邦的股票也比我们多啦 我说真的真的 跌下来赚最少的 财富蒸发最多的是他们 绝对是他们嘛 但是他们都很努力很认真 我相信他们都很认真 你看对不对 假日也跟你讲 大陆出CDE了 结果发补东西出来 竟然有一个罕见 对不对 他也跟你讲是发补的东西 过去他们也是 对不对 已经沟通过了 所以他们赶快要准备资料 再送去大陆嘛 人家很认真 假日嘛 FB825也是一样嘛 数据出来之后 廉价期间也跟各位公布了 甚至还有一些奇怪的人 对不对 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刻意的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对不对 刻意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想要打压合一的 对不对 他们也是回啊 他们公司也是回啊 也是回啊 所以你说这家公司 其实算是蛮透明的啦 以生计公司来讲 生计公司本来就是 他们做的东西本来就很难啦 我们讲实话嘛 对不对 你说台积电那种晶片那什么东西 工厂我有去看过嘛 我大概也知道什么回事嘛 不懂的我还可以问我的同学嘛 或者这方面的专家嘛 对不对 所以你说什么IC是正常的价格 什么IC不是正常的价格 我相信 我一定比大家都清楚 所以我才能领先告诉你这个趋势 但是你说这个药说真的 你跟我讲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那个真的很难 那个生物科学 那个又是 对不对 真的那种分子结构什么的 那太难了嘛 那种人家在实验室 对不对 那个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的 那真的太难了嘛 那我们就只能相信 然后看这个 试验的结果嘛 是不是这样讲 试验的结果 你说核一 对不对 除了说素B1以外 对不对 除了说素B1 O1-101以外 FB85也不错啦 现在就等着领钱嘛 那交给利欧发码了嘛 然后5亿美金就卖掉了嘛 那以后再等分论嘛 那就这样 让利欧发码去认真一点就好了嘛 因为毕竟这个市场是蛮大的嘛 这异味性皮肤炎的市场是很大的 你看那个赛诺飞 一年卖好几十亿美金耶 一年卖好几十亿美金喔 是美金喔 几十亿是美金喔 那怕死人耶 不会 对不对 这个药也是真的是重荡药 但是会有竞争对手 那就让利欧发码去做嘛 但是至少合一可以 接下来是拿钱的了 接下来就看着进程不断的进步 他就来拿钱了 这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补啊 很补的事情 对不对 那甚至我跟你讲 这个IL6这个东西 这个FB704A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磅的新药啊 这个药这个价值 我上次跟你讲嘛 对不对 有一家药厂 21亿美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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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另外一家药厂的 IL6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当然要去研究了 但是我知道是这个东西啦 21亿美金耶 那如果说合一 你看如果二期临床完成了 2023年完成二期临床 他拿去授权 他可以卖多少钱 他可以卖多少钱 那怕死人耶 你看那时候 对不对 涨到476的时候 就是对不对 台湾的什么三期 三期解盲啦 对不对 还有FB825 千个五亿美金啊 那时候FB825 千个五亿美金 就涨到476了 大家就追得很爽 那这个呢 这个东西呢 FB704A 这个 这个药更贵啊 这个药更有价值啊 这个药很有价值啊 对不对 合一现在 应该是口袋比较满的 他可以好好的去谈 谈这些授权金啊 比方说你说 素B1也是一样嘛 他也是在谈啊 他也是很认真 希望说能够卖到好价钱 那这些东西 都是在发生的 都是在进行的 还没有利多实现的 还没有利多实现 那么多的一个 怎么讲 利多 或者说好的东西 他绝对有他很大的价值 我觉得我说 我说他不会输药滑药 这绝对有他的理由嘛 对不对 欧文101全球的市场多大 几亿的人口 几亿的糖尿病人口 对不对 那有糖尿病族患者有多少人 是不是 这个市场就够大了吧 就够大了吧 那再来呢 FB825也是一样的情况 你现在就是让利多发码去做嘛 他们就收钱嘛 利多发码就认真一点嘛 对不对 你要赚钱你就认真一点嘛 那你说这个呢 FB704A呢 这东西也是重磅的 这东西也是重磅的 严重弃喘的 严重弃喘的药 这种是 好像据我所知啊 是那种他是可以跟 应该是 算是类似吧 比较可以根除的 还要再找一下资料 还要再找一下资料 对啊 如果说完成 台湾完成二期临床 完成二期临床 完成二期临床 那真的 如果他授权出清 那个价值应该 应该会赢FB825 应该会赢FB825 所以你说真的合一没有价值吗 对不对 只是因为筹码的问题 股价是被压了下来 股价是被压了下来 那没办法 真的 对不对 我说我不是阻力 我们看着大鱼在 大鱼没走 当然啦 这几天我相信有很多人 应该是受不了 会认赔 绝对有人 是会这样子做 是真的很可惜 我也觉得真的很可惜 就像说你说今天这个盘 一样嘛 对不对 为什么打那么低 一样嘛 就很多融资断掉 很多融资断头出去 其实很多股票一开了 马上就是杀融资了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每次杀完融资之后 他就是大反弹 台北股市就是这样 没办法 台北股市就是这么狠 杀完融资之后就大反弹 拉了三百多点 很狠啊 一样嘛 一样嘛 这些阻力这些 对不对 压的人也是很狠啊 但是呢你说 核一真的要凶的时候 也是会很凶 也是会很凶的 你说一个月 对不对 要Pew上去 也是会很凶的啦 尤其是你说 对不对 接下来的 美国一财大陆的药证 还有授权 这些东西 都不是小东西 这些都是大东西 对不对 你说老师 那个FB85才十亿而已 那个小东西 对啦 那现在可能是小东西啦 但是你说 大陆的药证 对不对 美国的一财 还要授权 对不对 这些都是大东西吧 这些都是大东西 而且接下来是 时间是紧迫了 越来越逼近了 越来越逼近了 大陆药证已经拖了那么的久了 美国一财也带到最后关键的 也差不多一个多月了 剩下一个多月了 剩下一个多月了 大陆一财也拖了那么的久 如果双喜临门 如果双喜临门 或者再加上一个全球授权出来 你想它会到哪里 这东西我不敢讲 但是绝对会很恐怖 绝对会很恐怖 所以为什么要坚持 真的 谈不好大家都跌 没什么好比较的 对不对 也没什么好侥幸 都一样 对不对 连最好的台积电都可以跌成这样 那有什么办法 最好的台积电都可以跌成这样 是不是 没办法 对不对 股市就是太多坏人了 但是我想我一直告诉你 你真的 我们要活得比这些坏人久 我讲的很难听嘛 我就说真的嘛 我们要活得比这些坏人久 如果他们要乱搞 我们哪有办法 对不对 一个人打仗了 现在戳一旦 对不对 不知道他在玩什么招 一个呢 对不对 现在就往死里打嘛 然后呢 又要打压股市嘛 对不对 他可能就要想嘛 对不对 最好是乌克兰 把俄罗斯拖垮嘛 然后呢 他又股市在低档嘛 他又拉起来 他变成英雄嘛 他一定是这样想的嘛 这拜登一定是这样想的嘛 对不对 当然这些人就是为了他们自己 他们才不会管人民的死活 他们才不会管人民 他们就是为了 第一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利嘛 但是我们小老百姓 就像我一个小小的投顾老师 为了是什么 我说你买合一这种股票 他为的是什么 他为的就是让你赚数倍的利润 我讲的很难听嘛 我讲的很实在嘛 你买台积电你能赚多少钱 对不对 你现在去买天域 你能赚多少钱嘛 天域也会反弹 可以啊 当然会反弹啊 绝对会反弹啊 你去买天域 你能赚多少钱嘛 你能赚多少钱 你要知道他们的价格是下修的 你去买联用你能赚多少钱 上面都是压力啊 你去买长龙阳明 对不对 他能让你赚多少钱 会再让你回到这边吗 你有把握吗 但是你说合一呢 他有没有机会 这边是高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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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啊 我常讲生技股凶的时候 绝对是很凶的 对不对 就像说6617 这个老板 我有碰过几次 老板真的人不错 你说真的很厉害啊 对不对 也是从50几块 人家也是熬了那么多年 50几块涨到多少 涨到快300块 300多 对不对 他也是开花结果 这老板人也不错啦 很客气的 他跟我是不熟啦 但是我有在几个场合碰过他了 我真的人不错 人家也是熬了好多年 对不对 生技股就这样嘛 当你成功了 过去的高点 绝对不会是高点 是不是 他上新贵的时候100块 对不对 现在呢 260几 药华药也是一样嘛 他也是熬了很久啊 是不是 上新贵的时候 上贵的时候 对不对 也是200块 来来回回 跌到50几块过 还变成全额交割股 好可怜 但是现在呢 也是开花结果 这也是都越过了高点 同样你说合一呢 对不对 当然 令人又爱又恨 绝对是令人又爱又恨 但是呢 你说这边会是高点 我觉得以他的实力啦 你说这么多重磅的药 这么多重磅的药 这边理论上不会是高点 对不对 你说光是大陆的市场 那一年能卖多少欧人101 这应该是不错的 对不对 还有欧洲还有美国 还有印度 接下来还有东协 还有印度等等的 这人口是很多的 这边你说会是高点吗 我觉得不会是 我觉得不会是 所以 你一定要坚持嘛 你要当个傻瓜嘛 我常讲 昨天我跟妳讲 你要当个傻瓜嘛 人家放空的都嘛 很聪明很厉害啊 对不对 每个都嘛很厉害 看图说故事 事后说故事 哪一个人不厉害啊 股票是这样啊 你真正的放到口袋了 赚到钱 有人说财富自由了 才是真的厉害 对不对 这么多年 看了多少人 对不对 真的有人就做一个股票财富自由了 这个财富自由了 对不对 有人那时候做贸底财富自由了 涨到九百多块 财富自由了 真的啊 赚了好几十亿财富自由了 这个是都以前的 对不对 那这几年了 对不对 你说什么大力光也是啊 是不是 有人买郁金光也是财富自由了 买了几千张 也是财富自由了 这样你说我的同学 小小的退休金放的台积电 他也是算小小的财富自由了 对不对 像有朋友买这个 也是财富自由的嘛 没有 他们本来就财富自由 这有钱人本来就财富自由 只说赚更多而已 太多了啦 对不对 真的你说 一档股票起来 那当然你要给他时间 那现在合一的时间是 真的是越来越近 对不对 像美国一财才剩一个多月 你不愿意等 那大陆也是啊 很久了 对不对 那其实你说 真的啦 时间 不用太久了 但是呢 对不对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啦 我会建议你真的要当个傻瓜啦 当个傻瓜 合一绝对凶起来 绝对会很凶 大家都很清楚嘛 所以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爱合一嘛 对不对 但是合一呢 又可以当冲 还又有外资 对不对 所以当然他的一个 怎么讲 骨性也是很妖 绝对很妖 所以我说最近不好冲 你绝对不要乱冲嘛 你干嘛要乱冲 不要乱冲 好冲的时候 能做的时候我们来冲 但是不好冲的时候 就不要乱冲 对不对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把钱浪费在 乱冲乱输身上 因为你知道他终究会好 终究会起来 等到有量的时候再来冲嘛 你说这边有量当然 对不对 有量的时候你不 你当然可以做啊 这边当然可以做啊 对不对 有量的时候都可以做 有量的时候 这边有量都可以做啊 都可以做一些啊 但是没量的时候 就是不要乱做啊 你让那些阻力在厮杀就好了 让那些大户们自己在厮杀就好了 我们看戏 但是呢我们等待 了解我的意思嘛 所以这边差不多啦 我今天就杀成这样 对不对 你说以线来看 说真的啦 虽然丑了一点 但是也是个机会啦 也是个机会啦 都是类似这种样子 都是类似这种 这个破的嘛 小破也还好啦 破的 但是呢 他要上去呢 绝对会很凶的 绝对会很凶的嘛 你说 对不对 台积电也是一样嘛 那破下来这个 这红K就蛮漂亮的 但是这个一定是上去的 那上去也会很凶嘛 那接下来这个盘本来就会不错啊 然后我看你外资怎么玩 我看你这放空的怎么玩 怎么压嘛 对不对 时间对多方有利 我常讲时间是对多方越来越有利 你要忍住当合一的傻瓜 他不会亏待你的啦 讲难听一点 对不对 他们的股票都比我们多嘛 你说这些人 这些人股票都比我们多嘛 对不对 这些人股票都比我们多嘛 你说总经理也比我们多嘛 对不对 都比我们多啊 那个郑总经理 那个九百多张耶 对不对 什么南州厂长好像有五百多张嘛 是不是 都比我们多啊 嗯 当然要忍耐 他们都很努力 好不好 加油 明天见拜拜